C'est la bourbon 我現在要幫你示範的是 我們北法很有名的洋蔥湯 它從前後順序只要大概 3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先把奶油放進去 然後 放洋蔥下去炒 在我們家 我們家後院種了洋蔥 然後我們是在那個大概在 在快秋天的時候把它採收的 採收完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曬乾 曬乾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曬在戶外 曬的時候你隨時要用就有 你看我的洋蔥就曬在那兒 所以那邊有洋蔥有紅蔥頭 所以你隨時要用的時候 我就跑過來摘 我們洋蔥放進來之後 你就把它炒 炒到大概什麼程度呢 炒到大概要 稍微變成金黃色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洋蔥切越薄越好 煮洋蔥湯最麻煩 就只有炒了這一塊 其他都很容易 好 我們現在洋蔥已經炒了 差不多就是變成金黃色了 然後你準備大概一公升 四顆洋蔥湯配一公升的 牛高湯 如果你想說我們家不吃牛 那你可準備雞高湯沒有問題 就加 好 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在火爐上 大概煮個二十來分鐘 當湯還在煮的時候 我們就來準備另外一道 它叫做博肯蒂式紅酒水鍋蛋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把紅酒放在鍋子裡面 然後呢 你加一些些 紅蔥頭 紅蔥頭切片 直接放進去裡面 我們再來放一些些歐芹 這些歐芹是今天早上 我們從我的那個小小的溫室裡面摘起來的 你就把它大概隨便切一下 它很香 真的 放一些下去 稍微煮一下 然後我們讓它稍微煮熱一些些 好 那蛋呢 一樣就是我們不要 在台灣的方式 大概很多人喜歡煮那個水煮蛋 就可能就直接這樣打下去 我不太建議 我們就準備一個碗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把蛋放進去 我們那個蛋放進去的時候 然後靠近那個水面 慢慢的下去 那水開始在滾了有沒有 你可以稍微再把火切到中火 那你看喔 蛋白它會往旁邊剝 有旁邊跑有沒有 你就把它輕輕地慢慢地把它剝回來 剝回那個蛋黃裡面 就輕輕地把它剝回來 有沒有 就這樣子剝 那這時候它還沒有好 所以不要把它弄破 如果可以的話 你蛋打下去的那一刻開始 你就開始用那個木池 把蛋白往蛋黃的中間送 有蔥啊 有香 歐芹都沒有關係 把它剝過去 好 這顆差不多了 先撈起來一下下 我們就把這個 先送到我們鋁箔紙上面來 做什麼用呢 做保溫用 冬天稍微會比較涼一點點 如果你的蛋馬上離開水面的時候 它溫度會往下降 但是我要讓它蛋黃 有點點熟 然後又有蛋黃糕 可以留下來這樣 醬汁我們讓它繼續稍微再煮一下下 然後我放一塊 這個麵包 我剛剛已經稍微烤過了 我們就放一塊麵包 醬汁的部分呢 我們就放一些奶油 好 加熱 讓奶油融化 好 奶油融化了對不對 我們下麵粉 稍微炒一下 用麵粉去包奶油 把它包好 其實奶油去炒麵粉這樣子的東西 你炒好之後 其實你可以直接拿來做奶酥片 就很簡易的奶酥片 好 這樣炒好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剛剛煮的這一鍋醬汁 所以你現在會看到一顆一顆的這個 麵粉剛剛包奶油的 你就要用你的那個木齒把它弄碎 它其實越煮的時候 它就會越來越稠 所以你的速度要快把它拌碎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用那個打蛋器有沒有 打蛋器把它弄開 好 我就熄火 然後呢 我有件事情要做 所以 我們把這醬汁弄到旁邊去 這件事情很簡單 你就是培根 放著 讓它去燒 不要理它 只要把油逼出來就好 那我們過來處理 我們的那個蛋的部分 剛剛呢 我剛剛把我們的 烤過的那個麵包 放上來 如果你要烤之前 你想要點那個蒜頭味 倒你就塗一點點那個大蒜 然後 再加下去煎它 然後我的油蛋 麵粉還沒有攪開來 所以你們會發生的事 我也會發生 好 好 拿上來 如果也可以的話 培根你就把它煎得 稍微焦焦一點 什麼都不要放 就直接拿下來 拿下來把它煎熟就好 海鹽跟調味料 最後再做 海鹽跟調味料 最後再做 一點點的海鹽 放在哪裡的 放在蛋上面 少少的就好 然後研磨胡椒 好了 我們的水波蛋 那我們要來去看我們的湯 好了沒 來 看顏色超漂亮 超漂亮 這個就是我要的顏色的洋蔥湯 如果顏色沒有像這樣子 那個洋蔥湯就叫做不及格 剛剛我一直很擔心那個 我洋蔥切太厚 然後有白白的問題有沒有 它還是有一點點 可是幸好因為我的那個 那個剛炒那個洋蔥的那個 咖啡膠色它還夠 所以整個洋蔥湯呈現得還不錯 那現在好了 我們就 說一點點調味 我先熄火 然後 鹽毛胡椒 到這個部分為止 一定會講說 你騙人 你的洋蔥湯跟其他的洋蔥湯 法式洋蔥湯沒有什麼差別 我還沒做完了 再稍等我一下 好 現在湯已經好了 那我要做它之前 我們先來看我的麵包 它剛出爐的有點熱熱 那我還是沒關係 我先切它 看我的麵包 那我要切一小片 你看它有聲音沒有 有沒有聽到 很脆有沒有 這就是鄉村麵包 你看它長得不好看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 聞到整個都餓起來 好 然後切塊麵包 做什麼用呢 走開 然後兩片 我們放一塊 在下面 我已經在噴口水了 然後放乳酪 放乳酪在裡面 然後再放一塊麵包 再放乳酪 乳酪絲 然後你如果還想要再更高的話 你就再一層麵包 然後再一些乳酪絲 奶油 但我不要 我就只要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就 淋上湯汁 不要客氣很好 賣整個都把它淋上去 那你看我現在整個蓋住了 有沒有 洋蔥湯會一開始去 讓麵包一直吸附著 可是我如果要進烤箱 像我們家如果上菜的話 這樣其實不夠完整 我就會可能就是會再 一塊麵包 如果你要讓它更漂亮 要不然否則其實我跟我 我們家M先生這樣就可以直接吃了 然後乳酪絲 然後再一塊奶油 你進烤箱烤 它上面就會有一點點 焗烤焗烤的感覺 這樣子就可以上座宴客了 那我們就上菜了 再見 再見 再見